比書進口裡玉璽來到了伊索比亞 和當地的小朋友一起上課 還陪他們踢足球 不是為了別的 而是要幫助孩子們走出困境 OK 這裡是多多提苗圃 沒錯 然後也是 就是台灣世界展望會 台灣世界展望會就是有 自助的咖啡苗 周圍也還有很多可能 種菜 蘿蔔 洋蔥 大白菜那些 在今年六月初 台灣世界展望會 第二十八屆飢餓三十代言人 畢書竟和李玉璽走訪東非 關心當地難民 和處境艱困的家庭 陪伴弱勢而同 看到地球另一端 友人連生活都這麼困難 李玉璽有感而發 像我們剛才看到的那個水其實 我們還沒走過去的時候 就已經聞到全部都是排泄物的味道 對 然後一靠近就是全部都是藏椅什麼的 結果這是他們要喝的水 對 那就是好險有 那個世界展望會這樣子 有蓋了那個水井 給他們進攻乾淨的水 連乾淨的水都沒有 即使震撼還是得面對 親身經歷這樣的生活 才能瞭解他們的心情 而畢書竟和李玉璽 還親身接觸情鳥類 也必害怕鳥親的李玉璽 克服心中的恐懼 然後導演比如說 我們現在要來錄 就是我們要 想看到的狀況之後 就一直鳥在那邊 我就會覺得 好 但是因為心態是覺得 現在要想她的事情 比自己的害怕更重要 所以就暫時戰勝了恐懼 戰勝害怕 是為了改變一群人的生命 傳愛不分國界 而此時世界各地 還有許多人 正在遭受生存危機 是7月15號 16號都有三個地方 高雄 彰化 花蓮 對 有集合30的活動 那沒辦法參與的朋友們 也可以透過 我們世界展望會網站上的捐款 全世界每一年 有900萬人死於飢餓 每10秒鐘 就有一個小朋友活活餓死 畢叔竟和李玉璽 希望藉著公眾人物的影響力 呼籲大眾一起做公益 然後又是新聞 楊蘇晨 林祈鈺採訪報導